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辆灰色版的车型 看起来没有白色那么有气质 但是它的造型确实非常特别 尤其是前脸 长安官方称其为无边界设计 格栅和灯组确实没有明显的边界 这种风格特别的动感 再加上炫酷的灯光效果 有人说有一些雷克萨斯和麦凯伦合体的味道 引力的车长有4515mm 宽度1870mm 轴距2710mm 侧面的线条比较夸张 车身低矮 宽度和轴距表现非常好 尾部的造型相比于前脸有过置而无不及 新车内部的造型特别简约 双联式10.25寸液晶大屏幕非常扎眼 而车内其他部件的造型也都是恰到好处 从内饰上你就可以感到一种精致 动力上引力搭载的是一台蓝晶NE的1.5T发动机 功率132千万 扭矩300牛米 居息其热效率高达40% 传统系统则为7速 适式双离合 引力的定位偏向于豪华和高端 居息其起售价格可能会在12万以上 引力未来可能会与吉利的icon有一定的竞争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见